亲爱的各位朋友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最新一期娱乐早知道,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做得还不错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电视剧《秋缠》正在热播,虽然该剧遭到不少吐槽,但也是一路高歌猛进,收视率破一。 着眼任嘉伦的人气和热度居高不下,我们在失望与期望中,希望任嘉伦能够翻盘,在线锦衣的辉煌战绩。 《秋缠》刚开播时,观众评价不错,觉得剧情紧凑,不拖拉,仅一两集就让张寒雨。 寒冻等于《秋缠》相关的人物下线,凸显了《秋缠》孤身奋战的紧张氛围,很有谍战剧的味道。 但后续的剧情中,有点让人大跌眼镜,比如李曼饰演的何音出场,就刺杀叶冲。 而且何音中了枪还很厉害的样子,有点不符合场里,女主光环强大啊。 后来,叶冲为了保护何音,提出要策反他,并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养伤。 何音可是无时无刻都想杀掉叶冲的。 经过几次较量,何音的计划都失败。 而宫本一直觉得叶冲有问题,他想利用何音,找出叶冲的破绽。 叶冲为了不让何音陷入危险,竟然告诉了何音自己表面上是日本人。 其实一直在抗日的事情。 何音可是个单纯的女大学生,叶冲把这么机密重要的消息告诉他,显得太不谨慎。 万一何音不相信他,叶冲不是要暴露吗? 这点剧情设置显得很不合理。 香江被捕,公本用香江妻女的生命威胁其叛变,说出重要信息。 香江几乎是香岛最高级别的地下党,从香江与公本的对弈中,我们可以看出他成为老恋。 不畏生死,这样的重要人物,怎么会把自己的家人留在香岛,成为敌人要挟的砝码。 作为一个资深地下党,没有这个警觉性,有点说不通,他不应该早早把家人转移吗? 难道编剧仅仅为了后面救出母女,让香江安心赴死? 最让人想不通的是静香,他身为香岛新和会会长,竟然像一个设施微生的萌妹子,单纯幼稚。 他作为黑帮老大,是怎么行走江湖十多年的? 要不是迟程帮忙,就静香那冲动静,新和会早就不存在了吧。 静香那爱国热情,就是赤裸裸地跟日本人大战一场,简直没有一点头脑和策略。 也难怪迟程不愿把真实的身份告诉他,一是保护,二是怕静香关心择乱。 真想快点看到静香知道,唐峰和迟程,真实身份的表情和反应真的够他喝一壶的。 他竟然说自己连一个共产党都没见过,这样的静香是可爱还是迟钝? 静香的人设太幼稚,不合常理。 尽管吐槽了几点,但我也是美籍必追。 因为热爱所以深究,有些鸡蛋里面挑骨头。 还是希望后续的剧情越来越精彩,人物越来越饱满。 这期的视频就讲到这里,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,请点击订阅。 一路由你,随遇而行,感谢您的观看和订阅,我们下期再会。